你看有刀 诶 真的 诶 好像好像有刷船 赶快把他们救上来吧 我对你们遇难的事感到很遗憾 你们今后就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不过我们对这座辅导不太了解 可以请以外我们做导览啊 那我们就大致介绍这座辅导的上舱 下舱及左银系 这些都是这座辅导的主要论论 顺带一提这座辅导叫圆 舟 绿 圆是船的形状 能降低海水的冲击 也代表无限的循环 舟也就是船的意思 绿代表生态的循环 我们先从辅导的形制讲起吧 整体的构造都是由钢骨制成 从植物园仰看时可以看到放射性的钢梁 而在植物园的周围就是住家 这是我们的植物园 有分上下两层 而我们的主要粮食都来自这里 好 那我们先到下层看看吧 这是我们的三大储存系统 分别是水槽 化粪池及藻气管 水槽储存淡化的海水 化粪池集中名声污水 而藻气管储存化粪池产生的藻气 阻尼细为船体增加一个更稳定的重量 化解来自大量的冲击避免翻覆 而海水也从下方进入淡化室 再将淡化的海水除置除水槽 还有在屋顶边缘覆盖了一圈的太阳能板和风车 这是转换自然能量的装置 是船上电能大部分的来源 也是照明与机械的第一生命 而玻璃照是收集淡水与阳光的入境 机房的主控是制约杂 主要是分配电量 水量 早气用量 住户的水电都是在此受到适当的控制 是很重要的系统 我们回收雨水 汗水蒸汽 并淡化海水 将用过的洗澡水拿来冲马桶 水肥作为肥料 把所有能被利用的资源都彻底利用 船上的电来自风力 太阳能与早气这三种 风力负责抽水 换气 发电 太阳能则是供应日常电力的使用 而早气发电就辅助太阳能与风力的发电 以上就是队源周围大致的成绩 真是太厉害了吧 尽管人们开始有了环保概念 但被淹没的陆地还是持续增加中 到了家园被淹没时才要环保节约 也为时已晚了 又是到了这一步也许是让人类的生存 变得更加困难而已 我们都应该爱护我们的地球 不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应该爱护我们的地球 就是队源周围大致的 它来自然相当 我们都应该爱护我們 我们都应该爱护我们的地球 禁止这个阳能与 afflictions 最后观点逐温的